新疆有五家公司 各位晚安 可能你看到的是香港时间 晚上九点左右 昨天我答应了大家说 Crime那件事 其实今天有很多东西要说 首先是新疆有没有五家公司被制裁 加上中文传媒现在都不会怎么说 因为你知道《苹果日报》收拾了之后 你看到运动 以至报导手法都知道 现在他们觉得是一片直正 所以我会说多些 昨天为什么不说英俄和克里米亚之争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不能够确定位置 确定位置是很重要的 我们讲军事的时候 我们很少 除了飞机大炮 我们要看那个 军事团究竟是放在哪里 是的 即是军事团 你知道军事团的 军事团的位置 我们才会知道 究竟发生什么事 究竟是 其实双方的战略意图和战略目的是什么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即是 我不会马上找20架战机 马上飞过来 我也不会马上 要怎么样 即是看BBC的视频 就怎么样 我把弹药全部准备好了 即是我想 如果你看到这一张图 我想 即是 会在画面上显示这张图 你就不明白 为什么这件事这么大势 即是 为什么会 我会觉得其实这件事 昨天是很严重的 因为如果没有这张图 就不能解释 你看到 遮住我的样子的图 我的样子现在不重要 你看 英国的战压是近距离 比克里米亚 这个就是问题 这个就是整个Cronvict的 即是怎么样 为什么大家有理由去发生 好过实际上 你冲突有的理由 你冲突没有的理由 不是那一回事 是不是 你看到这个点 英国就觉得 因为英国是不承认俄司 侵占克里米亚 那 乌克兰 批准了英国战压 洗过克里米亚水域 还要这么近 这个点 就是 这里 它很近的军港 很近的克里米亚军港 那 我英国我当然觉得 航行没有问题 其实它故意去 如果它要洗去 戈奥吉亚的话 不会走这条航道 真的 但是我想 就是英国要显示的一件事 它们不承认克里米亚的主权 接着我的目的就是 就觉得 哇 你现在要玩东西吗 你还没经过批准进来 那是我的地方 它就 意图 趕走 英国的战压 OK 那件事是这样的 就是 换言之 这次 为什么会搞到 大家这么重视这件事 就是 当然 俄罗斯的 那个 骨 那些 炸弹 真的没有打击 英国的军岩 我估它不敢 我估它是吹大了 整件事 如果是重终案情是怎么样 就是 在马亚军港 第一 你英国军岩进入 这个 接连克里米亚的水域 那俄斯 觉得就是 你英国的百年帮 乌克兰 那我就 那我就 我用20架战机 在你附近 V-1 那 其实英国那些战艦 已经是 装弹了 但当然 它不会真的和你打 但是 只有20架战机 加一架 海岸防卫 两架海岸防卫 其实它海岸防卫 其实它海岸防卫 队 那个是弱的 我估计它是用 air support 有什么事呢 其实air support 搞定它 那我们看看 英国反岸导弹 这个人 顺便测试一下 美国英美的那些 反岸导弹 即是反 反 即是 不是反岸导弹 即是海队空导弹 海队空导弹的人 那 好了 那问题 为什么俄斯出了这么大呢 真正原因就是 因为 我相信俄斯人都习惯了 看海队空导弹 这些地方 如果俄斯 他不说自己是 下炸弹 即是会 炸弹 他就觉得 喂 黑里米亚的人都会问 喂 你有没有料到的 你是不是真心去防卫 我估计可能 甚至 那些黑里米亚的民众 都看到那架军硬出现 所以他要这样说 那问人家英国 为什么他会说得很轻描淡 就是 好实说 他想给 他要个姿态去测试 其实这个是引接的测试 这个是 就是测试 我估计是测试 测试 心巧 那问题就是 英国未真是完全准备 我真是要去 要撑克里米亚 撑乌克兰 乌克兰 乌克兰 但这次就看到 两件事就是 英国是有意在 黑海问题上 站在乌克兰那边 俄国在 克里米亚这个问题上 亦都一点都不会 这个就看完 所以你说昨天的 如果要撑克兰 是什么一回事呢 是一个市底牌的事情 真是市底牌 差点开片 这些情况很危险 如果是双方的军事 还是将领 判断力不够 幸好 这是俄国 俄国 老实说 他报备草莹 普京 也是一个 有正常智力的 一个 前情报官员出身的人 他的判断就是 你来试东西 我找一堆战机飞上去 最多是吹大一点 押忍机 吹大一点 这个真是很 俄国 或者 苏文 的玩法 英国的判断都是 第一 第一 他没有空押忍 虽然他要召善空押忍 也很容易 但是一召善空押忍 你知道什么 就真的是世界大战 真的没有 战争 战争 但是 他那个才是 我试试到 我有防卫 但是我照行 向格奥卡方向 向格奥卡方向 他是原定路线 你看到也是原定路线 原本路线 他也不是想着 他是挑机 他是有挑机异味 他是有测试的 一些东西 如果你照英俄这些 即是欧洲 屯总大国 就知道大家在做什么 那 我试一些东西 但是你现在看到 就是 克里米亚这个问题 就会变成 短期的不可能解决 因为俄国不肯让 你英国 那些也会继续 估计那一边的话 没得搞 但是我相信 这些挑衅性的航行 会继续 以示西方社会 是支持乌克里 我也不要打算 移动乌克里 其实 英国这一步 也给了我一个讯号 就是 你移动乌克里 我们是站在乌克里 那边的 你移动乌克兰的话 我会打你 你自己这么清楚 而你乌东那边 可不可以继续 继续持住民兵 我就有保留 双方的玩法不同 双方 一回事 双方现在 那种建拔奥章 是很 你见到那种建拔奥章 是双方 都 不会让的 在这个问题上 而 你可以预见就是 克里米亚到乌克兰一带 会有军事僵持 这个日子不会短 俄罗就不会放克里米亚 但是西方的强 会撑起乌克兰 而且他这个航行 这个男子 是向格奥吉亚走 格奥吉亚 是另一个想入北约的 俄斯坦的眼中钉 当然你说会不会 乌克兰和格奥吉亚入北约 有可能 这个其实暗示就是他有可能 觉得有需要集体防卫 因为你 你克里米亚被侵占 那你就会出现这个状况 所以你问欧洲来说 欧洲这条分埋 你说会不会 会怎样 我觉得我 你说欧洲是不是完全太平 我不是这样看的 因为我作为一个欧洲人 我都会考虑这个 Risk Factor 我都会考虑的 原因就是 因为 俄斯未必有领土野心 但是你说俄斯会不会 在 这个乌克兰 这个问题上 有所冲突 一定会 是 因为俄斯觉得 俄斯不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 当然 哈里米亚本来是俄斯 后来是因为 哈努曉夫的私心给了乌克兰 不能说 你现在俄国 你要跟西方修好关系 不是好 可能 俄国是因为 哈里米亚问题 而 被踢出G8镇集团 变成G7 现在变回 换言之 俄斯在短期 我都不会回到文明社会的阵营 这个也挺肯定的 那你说 这个 挑戟事件 会不会有 会继续 当然 我想俄国和 北约 不会随便开变 始终俄国 开一铺片 如果我真的这样开 以那个军队的差距 未必有 而且俄国的问题不够 但是如果对俄国来说 如果这件事 最后是推到 乌克兰和格奥吉亚入北约 是不是一个值得的事 就有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格奥吉亚入北约 基本上就代表一件事 就是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 差不多 输了七七八八 现在阿塞拜疆不会听起 我怎样 阿塞拜疆 阿塞拜疆火机 其实随时就是火机 会推荐阿塞拜疆 入北约都不出奇 这个可能性存在 因为 如果阿塞拜疆入北约 是能够巩固到格奥吉亚安全 对土耳其来说 这个交易做得过 这个交易做得过 他将前线再推上 高加索地 就是说阿美尼亚 阿美尼亚 阿美尼亚就是东正交易 问题就是 如果格奥吉亚都进入北约 阿美尼亚就会完全被孤立 这个也挺肯定的 那阿美尼亚被孤立的时候 究竟他可以怎么下一步 或者叫喬治亚 格奥吉亚或者叫喬治亚 如果喬治亚进入北约 阿美尼亚基本上 就完全 如果加上阿塞拜疆一起入 基本上再加上格奥吉 土耳其就完全 除了接任伊朗那一段之外 完全被北约几个成员国包 那这件事对 阿美尼亚就没什么好处 就是阿美尼亚要作出决定 就是当然 阿美尼亚要作出决定 就是如果他继续奥阿俄斯做大奥 他就不会有人走 如果阿美尼亚 愿以纳哥的卡拉巴克自治州 那些问题上面 有妥协的 就是我估 当然这个不容易 这个始终两个国家的史势手 这样入北约可以吗 这个可以谈 但是问题就是 这个无论如何的结果 都是第一个的 就是俄国的势力 在这个高加索地区 差不多完全 输了一半 那这个事情 是不是普京想面对 或者愿意接受 这个就是另一个问题 所以你说英俄 这个是 克里米亚开片这件事 就是差点在克里米亚开片这件事 我想 是一个很 一个黑天鹅事件 所以 为什么大家这么重视 这类军事挑衅 会继续存在 定期出现 都挺定期的 直到俄司 有一个 愿意有一个政治的解决方案 解决哈里米亚问题为止 你问有没有政治方案 解决哈里米亚问题 又不是完全没有 因为哈里米亚就很 吵架 就是因为哈里米亚 大部分俄裔 如果你说再公投 就算有一个公正公投 都会归俄 因为 俄国人多数是事实 接着你问 那些 就是问来的塔坦人 塔坦人仍然留在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对他们好些 塔坦人其实是蒙古人 本个是蒙古人 塔坦族的哈里米亚人 那些权力问题又怎么保护呢 又不知道 那些 你留一大堆问号 那件事很吵架 但如果你这么吵架的事情 未有一个政治方案 一旦就僵持 一旦就很容易拆枪走破 它是未来的可松 这件事就反映出来 就是英国试到一些东西 英国 而且波罗斯·Johnson 波罗斯·Johnson 是一个会想开片的首相 因为他是学乌吉尔的 邮吉尔是做飞机大炮的 其实他是 邮罗斯·Johnson 他是邮罗斯·Johnson 就是邮罗斯·Johnson 他是军事人的 就没有邮吉尔这么强的事实 邮吉尔始终是军人出身 军校军人出身 他就职业军人没得觉 他是文武相传的 职业军人 波罗斯·Johnson 是没有军女背景的 这方面是差点的 但问题就是 外政能力上 他比邮吉尔好 因为邮吉尔搞外政 就是一坨屎 大家都知道 邮吉尔 就算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他的外政问题 都交给工党的艾德里 就是那时候的副首相 后来就变成首相 第一 艾德里就是帅的 艾德里 艾德里是一个很有效力 即是连保守党人 都很崇拜的 威公党首相 因为他是一位很有效力的 首相 即是他可以当英国 是一间公司 这么轮延的 一间首相 所以他搞了一些政策 全是社会主义的 即是NHS 那些是他发明的 艾德里 那 但是 Boss Johnson 就有艾德里的能力 甚至他有艾德里的影子 有些事情 即是你看到NHS 代表 他对NHS的态度 他对NHS的态度 保守NHS 防守NHS 喂大哥 你 保守党从来不敢 加分给NHS 这些如此努力的事情 但是 如果他是一个学邮吉尔的人 Boss Johnson 是有开片意欲的 英国 你开片意欲 你两个可松的 英国 一个Crimer 一个是 香港 但是Crimer 我估计最多是引下战的 即是 即是失踪无神有架船 他在你面前仰仰仰仰仰 看看你普京有什么反应 是这样的 普京自己飞20架机 即是石油太多 这些真是石油太多 你飞20架机有多少 英国这样玩一玩 就20架机 飞上天 我真的觉得挺好笑的 但是 如果是这样 你说 香港问题那里 Boss Johnson 会有军事冒险吗 这个就变成了 大家可以猜到 你想想 俄国一定比中国强 军事 不用说俄国 俄国 战机先进过来 他很多东西有法不上下 他自己 他争气别人 争气有科技 虽然俄后一点 那问题 人家 争气有点了 但是有传统军事强国 尤其俄司 你想想 俄司也敢在他面前 仰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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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他对着习近平 这些 解放军 除了核弹之外 如果他没有核弹 大家猜 看不看得起他 毛泽东 如果在军事上 唯一做一个正确的事情 就是搞核弹 仰仰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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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他唯一正确的 因为他有核弹之后 就没有人随便惹他 因为大家不想眼炒 是这样 你猜中国的军事很厉害 中国军事很厉害 中国军事从来都不厉害 只不过是因为他有核弹 有核弹 我不知道你的核弹 我不知道 总之你有核弹 你是成功的 如果我和平你的话 肯定面核子中心 苏联当初也想过 用核弹对付中国 但后来不敢 那些人说核弹中国 最初 苏联毫一定给西方国家 不用讲人性 但怎会苏联毫都不敢核弹中国 大哥 你有核 我也有核 大家互相核 不是核弹中国 不是核弹中国 是核弹世界 大哥 你敢不敢玩 苏联毫不敢到这里 不敢 那些问题 就是 现在 如果你核弹那些核弹 变成了一个关键的时候 未必大家敢 怕这件事 就是看谁敢 倒你手 但你看到波斯·亨森 他治下的英国海军 就 有些倒徒味道 你看这次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事件 就看到 那么近距离 仰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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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 你都够胆的 最重要是你先准备蛋药 那些 来吧 你够胆就来 你想想 如果你来英国 会不会 白月那时 有些 南海有些 仰仰仰仰仰的 举动 不断挑起你 习近平的心臟 会不会 这件事 我就是 为什么我一定要坚持地图 因为你不知道地图 你不知道他的行法 你没办法估计到他的战略意图 现在这个战略意图就很清楚了 我想 大家 我又不会期待 英国立刻打的 問題就是 你如果这样 仰仰仰仰是在俄国面前 仰仰仰仰仰都够僵的 如果英國真的要以撤僑之名 面對俄國削很多的中國 來作出一些戰略的挑戰 英國人是做得出來的 所以如果我是中國的軍隊 我一定不會戰略誤判 但你知道習近平這些戰略判斷比希特拉更差 希特拉也是出名的 戰略判斷 很多仗根本不應該打 浪費資源打的 例如巴比頓、胡知役、匈牙利 那場是完全沒有必要打的 那次打來也不知做甚麼 那時候手油田、手煉油塞 結果完全沒有意義 那場是不合理的 你想想那些仗 希特拉已經被尼克特飛起 在軍事市場 更何況你講到習近平 習近平應該不聰明得太多 所以大家發生了這個 是有原因的 那今晚第一節講到這裡 第二節又講新疆五家公司制裁 那個就之前也講過一些 但今次有新疆建設兵團 那個有重要的事情 所以 是不是每個國內 是來自 Middle Chirney 但這兒要不是要 很難過 是很難過